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蘇 感覺今天這個情是不是要新一點 對不對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節日 就是六月兒童節 對 我前幾天去上英語課的時候 我問我老師 我說 我說我這個年齡該不該過六月兒童節 他說 他熏有成熟的說 只要你懷著一顆同心 只要你相信自己是兒童 你一輩子都可以過六月兒童節 對 然後呢 我就深有感觸 我有感覺有很多事情呢 就是雖然有很多客觀的原因影響你 但是呢 最終做出的決定呢 還是因為你 還是由你自己 本身我這個年齡呢 應該是可以過六月兒童節的 但是呢 我的學校 不允許過六月兒童節 所以呢 我就是 沒有過六月兒童節 孫果弟弟 我送了他幾個精神食糧 給他買幾本卷子吧 對 我 我弟跟我相反 我小學的時候呢 我是數學好 我弟呢 他小學的時候呢 他是語文好 對 我覺得我弟應該 幫他補足他數學這塊的一些缺陷 對 我應該給他多買幾本數學的 就是那個練習測量的做多做做 好 今天就還是祝大家 祝天下所有 有和有童心的朋友們 六月兒童節快樂 拜拜